火箭金26日在主场迎战伤兵满屋的尼克,虽然开赛遭到对手的猛烈火力压制,而被打得有些措手不及,但是在大胡子James Holden全场砍下37分的带领下,他们克服了曾一度多达22分的落后,逆转以117比102获得胜利。 尼克一哥Chris Depp's Tolentius此意缺阵,中锋Incantor也没能出赛,但火箭首节却出乎意料地遭到对手痛极。 本场比赛担任新发的Michael Beasley表现出色带领球队打出25比5的攻势,尼克首节结束以39比29领先。 不过火箭在第二节展现他们西区霸主的实力,靠着替补群的三分火力支援,他们逐渐将分数给追上。 该节2分16秒时,Hard的三分球命中帮助球队重夺领先。 不过此时尼克后卫听Hard的味JR跳出来连得4分,助球队上半场结束还有三分领先。 但进入到下半场后,火箭就不再给对手机会。 第三节他们攻守两端都表现出色,单节比数37比13彻底逆转劣势。 也将分数拉开到95比74比赛至此已无悬念。 最后一截尼克反扑无力,火箭成功在主场完成大逆转,以117比102获得近期的四连胜。 而输球的尼克则是登下二连败。 Hard本场比赛轻松且易地拿下37分,使助攻带领球队从落后打到领先,展现他的价值。 而明星空卫CP-3 Chris Paul虽然只拿到6分,但传出13次助攻,称职地扮演着穿针引线的角色。 火箭此一能逆转的主因在于炮火猛烈的外线,他们全场以38。 3%的命中率投进18颗三分球,是他们追分时的重要武器。 此外尼克本场发生多达18次失误,并因此而丢掉了25分,给了对手翻盘的机会。 也让以23投14中的高效率,看下30分的Biazli只能突呼负负。